心脏,HART是人体内循环系统的核心器官 位于胸腔的中央掠偏左位置 是一个肌肉泵,主要负责泵送血液 将氧气和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 同时将含有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的血液带回肺部和其他排泄器官进行处理 人体心脏的基本结构包括四个腔式 分别为左心房Left Atrium 左心房是心脏的一个腔式 其功能是接收从全身各组织和器官回流的含有二氧化碳的静脉血 右心房Right Atrium 右心房也是一个腔式 其功能是接收来自全身静脉的含有二氧化碳和肺物的血液 左心式Left Ventricle 左心式是心脏的另一个腔式 其功能是将含有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 从左心房推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 右心式Right Ventricle 右心式也是一个腔式 其功能是将含有二氧化碳的血液 从右心房推送到肺部进行气体交换 心脏的收缩和舒张是由心肌组织 心脏的肌肉组织的周期性收缩和松弛所控制的 这个过程被称为心脏的心跳 由心脏内部的起泊器心脏的自主神经系统调控 正常情况下 心脏已恒定的节律蹦血 维持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的正常功能 心脏在维持全身循环和供养的过程中非常重要 因此 心脏疾病如关心病 心力衰竭 心率失常等都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均衡饮食 适度运动 戒烟献酒等 有助于维护心脏的健康功能 如果出现心脏症状或心脏疾病风险 请及时咨询医生进行评估和治疗